大家好 我是Rina 今天来到的是福寿山的千蕴园 我们从今天早上4点多 就从台北山过来这里 到这时候大概是早上8点多 但车子已经非常多了 那个停车场它有大概三层的停车场 我们已经停到第三层了 所以如果要来的人一定要趁早 但为什么大家那么想来这个千蕴园呢 我现在就来大家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樱花非常多 而且它里面的樱花品种也非常的多 但不用担心不要想说 可能樱花品种很多会不会大家开花的时间 都不太一样啊 就是我们现在来的时候 看到的樱花还是开得非常密集 而且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有 带野餐店来 而且其实蛮轻易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来的话一定要记得 把你的野餐店带上 它其实腹地还蛮大的 所以如果你来的时候也不用太担心 想说可能人太多了 那会不会就是拍到的全部都是人 都没有樱花的风景 我觉得其实也不太会 因为它就是 就像我讲的 它现在看到的 可能我们看到的是中间的这个区段 它其实前面还有上坡 然后还有后面 可以看到远方的话 它其实那个远方的 是要再往下去走的才会看得到的 那我带大家稍微走一下 看看这大概长什么样的 可以看到它的路线不是单一的路线 就是从上面嘛 这里 它还会有几个不同的通道可以走 也不是叫通道 应该说走道 应该沿路走过来 基本上这个 路的两旁都有樱花树 然后我刚刚讲到的时候 就是看介绍的时候 在这个樱花园里面 它其实它的樱花非常多种 我刚刚看介绍应该大概就有八种左右了 那另外是其实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 还有人来拍婚纱照 还有和服 所以如果你刚好在樱花季的时候有结婚的话 我也非常推荐你 一定要来这里取景 非常的漂亮 请大家一定要自己来去欣赏 剩下的部分它的腹地非常大 我就不带大家一直走过了 谢谢大家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 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